现在上海只有两种场景 一是空荡荡的街头 例如淮海中路 二是同级医院医生指出 有病患排了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还有人体力不知昏厥 也有人排队三小时四小时 只配到两例解热阵痛药 布罗芬与医师发生争执 北京和上海也公告 进出医院门诊急诊患者 不再查验核酸阴性证明 北京市也放宽餐饮内用规定 也是不用再查核酸 严禁以任何理由推诿 或是延误就职 中国官方到现在只公布 五例死亡 部分名人猝死 更引发关注 包括四十岁京剧明林 除蓝蓝 以及六十七岁 北京奥运吉祥物设计者 清华大学教授吴冠英 都被质疑是染疫死亡 但官方完全不提 一共是发现 近三个有130多个 奥运克戎的亚分支 输入我国 同时呢 这五十个亚分支 引起关联的本土病例 或者爆发流行 中国被质疑是难以应付 死亡数暴增 美国因此表态 愿意提供疫苗 给中国抑制新冠疫情 科学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顾问表示 现在宣布新冠大流行 紧急阶段结束 可能还为时过早 因为中国可能出现 毁灭性的疫情浪潮 但是香港新岛网报道 中国部分省市传出 已经开始执行 入境人员二加三政策 也就是在饭店完成两天隔离 如果阴性就能回家进行三天 居家隔离 静新闻彭信 周辰文报道 大贼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